以往是這個中博鳳明消息 在台中有沒有看到米順庫區 這會有一個景觀的餐廳 那裡的氣氛有什麼不錯 有請客人去那時候都覺得 在那裡有青春在國外 但是在那幾年的6月 台中市政府在那裡 升任的這個總體的屁 但是不夠一年時間 這個東西就讓人破壞 面臟有什麼評論 這個東西放在那裡 真的有什麼事 市民觀觀的情景 看不到橫渡美麗的景色 走我來看 一千多位在地基民的橋面 風吹日拍已經有丹波抵襲 晚上打電話後 甚至有人去讓他嚇到 那些基民看了一直以為 怎麼會在橫渡裡面 蓋一道銅牆鐵壁 我們需要比較多的綠地 比較寬的空間 比較多的樹 比較多的草地 這是比較重要的 可是你裝住藝術 一放下去多了燈 多了東西 其實反而把樹 把那個給破壞掉了 全部都是燈 到了晚上 其實那也是破壞樹的生態 他晚上需要休息 如果這樣 台中市政府 去年六月才花了四百多萬 在五款四三家 到五款四四家 設定的總座儀宿中 五度目自行的門 用環保財事會機平台的門 已經落了幾下 北特兵竟是破了五分之一 夏天一到 鄉驚又來慈望 破裂 然後甚至就剝弱了 樹圓道 大家比較享受寧靜的感覺 享受視覺的感覺 他們不是把它當成藝術品 只是把它變成是 市政府怎麼是做了一個 這樣子的東西 來阻隔了他們 對圓道的一個活動空間 環保和使用的怎麼 來處理這麼多的狼狽 講到愛情 什麼樣的總地技術 才能為環境來加分 第二次政府上約康表示說 未來會比較注意 董地基民的意見 把這個比較破損的部分拿掉 是重新來做一面 比較適當的搶面 藝術裝飾品等等 我想我們最主要我們會尊重 當地意見禮修的一些意見 台東美術行動 住民的景觀餐廳和安靜的空間 那是台東市民休眷的好處 竟然是外地UK 一定要來台東景點一日 董地基民表示說 他們並沒有反對種多技術 但是藝術必須要跟環境來做結合 因為是製造突兀和縱亂 以上中央報導 好 好